吴先生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霜表示 加沙冲突爆发近五个月以来 安理会要求停火的行动 被美国第四次强行阻挠 中方对此深表失望 安理会的表决结果清楚表明 在加沙停火问题上 绝大多数安理会成员意见一致 而美国却独家滥用否决权 扼杀了安理会的共识 这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满 耿霜指出 一级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是拯救无辜平民的需要 是开展人道救援的前提 是避免冲突 进一步升级扩散的关键 国际社会必须以最强的紧迫感 和最大的政治决心 推动立即停火结束冲突 为加沙民众保留生存下去的希望 中方敦促以色列 取消对拉法的进攻计划 停止对加沙的军事进攻 停止对巴勒斯坦民众的 强迫迁移和集体惩罚 并呼吁有关国家 摒弃地缘战略考量和国内政治盘算 真正秉持公正负责任的态度 为推动加沙停火 做出正确选择 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在人道援助方面 耿爽敦促以色列作为占领方 履行国际法规定的义务 保障充足人道物资安全快速畅通进入 并采取切实措施 保障人道机构和人员的安全 为他们开展救援提供必要的便利 案例会相关决议必须得到全面落实 耿爽强调 两国方案是解决巴以问题的 唯一可行出路 我们敦促以色列 停止诋毁两国方案的做法 停止侵蚀两国方案的基础 停止推进非法定居点活动 耿爽重申 中方呼吁加大国际和地区外交努力 重塑可信的多边进程 重振两国方案政治前景 重启巴以直接和谈 中方倡议召开 更具规模 更大范围 更有时效的国际和会 支持巴勒斯坦 尽快成为联合国正式的会员国 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 为早日平息加沙战火 缓解人道灾难 落实两国方案 实现中东的长治久安 做出不懈的努力